如果你的热恋爱人正面临危险 你会怎么办 原本出色的兵王随着唐欣怡的消息 瞬间暴躁起来 何晨光的行动立刻遭到了金雕的阻止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 无论何事何地行动 都不应该掺杂个人情感 而观何晨光的行为 金雕十分失望 为了何晨光的安全不受情感影响 何晨光被下令上缴武器 禁止参加此次行动 金雕面对众人的请求依旧不敢 何晨光无奈中交出武器 眼神中充满了不舍 作战室中的一号在确定凑弹位置后 立即下令特战队行动 职业军人应该做职业的事 不能让冲动影响任务 何晨光为他的冲动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看着为任务准备的战友 何晨光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而金雕的安排 也有着自己的心思 但让我再决定是这样 如果我想杀你 你根本就不会有机会跟我对话 看着窗外五直时的进攻 猫头鹰顿的不一 骗我 就在唐信仪拖住猫头鹰的同时 小队七人轻装滑降 片刻间占领了货船上方 小队七人立刻划分四个战斗小组 隆隆与飞行员向下突击前进 路上配合的行云流水 王燕兵手拿巴巴鞠与二牛附属清理甲板胜移残底 当战友奋斗在一线之时 飞机上的何晨光百般煎熬 不抛弃不放弃的誓言瞬间涌上心头 随之毅然决然地跳出直升机 纵使被开除小队 他也不能看着战友冒险的呼吻 殊不知 正是他的这番行动 才让落入陷阱的小队反败为胜 不得不说 原本高冷的王燕兵因为与二牛的相组 俩人越走越相似 就在金雕与指导员胜利在握之时 头顶突然出现两道水蒸气 随着机关的开启 两位领队率先落入陷阱被擒 二牛与王燕兵向着机电室小心前进 随着善民与隆隆的再次被抓 两人也将落入猫头鹰的陷阱之中 就在王燕兵看到主开关系出望外 以为任务就要成功之时 飞行员作为甲板上方唯一的撂网手 也被几名雍兵联手制服 身单力薄的唐欣妮 面对三名大汉的联手攻击 片刻间被控制 至此全员被擒 本该摆满佣兵的甲板 此时却意外地坐满了我方特种小队 面对小队的失败 一号将如何行动 和陈光又能否挽回败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让人训绕 第一个方材武器与手中小 我只要给你行动